讀美国热点话题 借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子萱 拜登21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对各国领导人表示 我们寻求推动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并继续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 40年来这一政策一直有助于防止冲突 我们继续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 同时 拜登表示 在应对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趋势时 美国将表现为一个理智的领导者 我们不寻求冷战 我们不要求任何国家在美国或任何其他伙伴之间做出选择 此外 拜登就俄乌冲突谴责了俄罗斯 称俄罗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并呼吁全球继续对乌克兰提供支持 同时 拜登表示 美国将继续促进民主与人权 并宣布了29亿美元的新援助 以解决全球粮食安全问题 拜登21日在纽约与英国新任首相特拉斯进行会面 双方就北爱尔兰议定书问题进行讨论 同意避免北爱尔兰出现紧张局势 另外 根据白宫高级官员透露 双方就贝尔法斯特协议进行了坦诚的讨论 拜登明确表示 维持这一协议对美国民众和他个人很重要 同时 双方重申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 经济和军事支持的必要性 特拉斯会后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强调英美是坚定盟友 前总统特朗普21日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在搜查海湖庄园时 带走了他的遗嘱 他还补充说 我认为他们拿走我的遗嘱是很可怕的 据悉 FBI曾于8月8日对海湖庄园进行了搜查 发现了1.1万余份政府文件和照片 联储会21日宣布 加息75个基点 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至3%到3.25%之间 这是联储会今年以来第五次加息 也是连续第三次加息75个基点 联储会主席鲍威尔在会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 再次表明联储会坚定加息应对通胀的决心 他表示 只有在充分信心 相信通胀可降至2%的目标水平之后 联储会才会考虑暂停加息 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21日表示 他们再次检测到新一代登月火箭 太空发射系统发生液倾泄漏 而且情况与此前影响9月3日发射计划的情况类似 此前 该火箭分别于8月29日和9月3日 两次由于技术故障等原因推迟发射 民主党众议员杰米·拉斯金登上了趋势榜 原因是他针对国会暴乱的发言引发了网民关注 拉斯金表示 大部分共和党人都会拒绝对国会暴乱进行调查 因为特朗普不想调查 就像邪教服从教主一般 以上就是本期的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子萱 感谢您的关注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且订阅革TV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关注